鼓勵這幾天 國館啟動基板兩順比賽 不過台西海口神話館是特別用海口人討論基板做白鴨比賽 要帶給民眾一個不一樣的顧慮 目前在我們的聖太祠裡面有三隊在比賽 贏隊是用揮傳法的 贏隊是大人贏隊是國小三連擊的 國小三連擊是原地打算 國小三連擊的加油加油 原來又推得比較快已經躲到紅色平址了 海口生活館舉辦的第一屆的海口碑的稱交法比賽 台西叫個白鴨比賽 那辦這個比賽就是要讓我們這些外地的遊客 知道我們當地漁民傳統的工作型態 就是用個白鴨去漁溫當中工作 那另外也藉此讓遊客來探索一下 我們台西海源的生態之美 雖然比賽是在黑鴨三點 不過有民眾看到功課 早上就來報名想要提供各白鴨 我們去看到人放在FB上面的那個 所以就帶孩子過來體驗一下 看是很簡單 但是真正落去各白鴨這麼知道 妹妹格格是真的 不然也沒民眾念想要各鄉人都很困難 就是滑回答會很麻煩 哪裡麻煩? 不知道啊 好玩嗎? 好玩啊 就很刺激啊 小兒子都滑不動了 用推的 有人用拉的 泡在水裡 因為泡在水裡可是好玩啊 很累 怎麼說 因為純心水啊 第一次體驗 兩個人的話就是一個負責在後面 會讓他前進 一個人在前面空方向 如果船頭偏左的話 你往左邊撐 他就會慢慢的往右修正 現場除了各白鴨體驗過 航空油蚵仔的活檔 要是下小朋友算的設施 還拿票可以免費換爆米花 省很多小朋友來拜託 換爆米花 在這當中我們也安排了街頭藝人的表演 所以今天的活動算是一個 兼具生態性 一文性 我們往後 每年都會朝著這樣 固定的來舉辦 海靠神話館表示 五日子連三家旗 從早上10點到エボラ店都有開放 民眾想要各白鴨也能來體驗 真心設計 就是要背民眾整個一個特別的五日子 既價國餐品才紅不得